在过去的两年里 由于疫情的影响 游戏影视行业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而现在2021年接近尾声 游戏剧集电影佳作正式水落石出 在这个时刻 我们决定对过去2021年内 获得IGN满分推荐的游戏 剧集电影进行盘点和推荐 原版极乐Disco于2019年正式推出 当时的它凭借着曲折的故事情节 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以及颇具深度的抉择相互结合 从而给玩家带来了一次 值得细细玩味的游戏体验 也正因如此 原版极乐Disco也收获了我们9.6分的高分评价 而在2021年推出的极乐Disco最终剪辑版 不仅在原版的基础上追加了全新的角色与任务 甚至还给游戏添加了完整的配音内容 这不仅修补了原版游戏中所有的缺点 同时也让这个已是现象级RPG的作品 一跃成为必玩的大师之作 尽管看上去有着无穷无尽的复杂性 但《死亡循环》是我们所玩过的 在设计上最有自信的游戏 Arkin工作室将各种创意 用有意义的方式连接了起来 并精心打造了一个由这些创意组成的世界 时间影响着空间 空间影响着战术 而战术又影响着装备配置 开发者们优雅地实现了围绕时间循环 以及非线性调查行动的结合 让游戏系统能够被玩家轻松地探索 对于Arkin工作室和类似游戏的开发者来说 《死亡循环》是全新的标杆 是一款独一玩的游戏 极限竞速地平线5 是一个深度而精致的汽车天堂 车迷发烧友们可以在其中 尽情收集改装与试验 它同时也是一款门槛极低的赛车巨制 无论你是购买终极版的死忠粉 还是通过Xbox Game Pass服务 来体验这款游戏的新玩家 无论你是一位老司机 或是对汽车文化一无所知的小白 任何玩家都能享乐其中 这是一款精心雕琢的MMO像赛车游戏 其中有着巨大地图都塞不下的 海量比赛活动和事件 同时游戏体验仍然休闲放松 而不会让人觉得应接不暇 极限竞速地平线5 可以说是系列游戏的极大城之作 同时也是我们所玩过 最优秀的开放世界赛车游戏 对于那些持有游戏改编 必出烂片观点的人来说 英雄联盟双城之战 狠狠地打了他们的脸 剧中有着令人幸福的角色 迷人的故事 精彩的世界观设定 以及令人赞叹的画面 英雄联盟双城之战 为动画剧集的可能性 开辟了新的天地 就像蜘蛛侠平行宇宙一样 在未来的很多年里 我们都会把双城之战 当作一部经典作品 以及标杆的树立者来讨论 JoJo的奇妙冒险石之海 目前放出的前12集 巧妙地对漫画内容进行了改编 精美的动画和奇鬼的替身战斗 给动画剧集开了个好头 这是一个关于拯救的故事 空调徐伦和家族的其他成员一样 继承了雪之宿命 却永远不会屈服于命运暴虐的毒箭 无论你是从幻影之雪之到现在的老粉 还是从石之海动画新上车的路人 JoJo的奇妙冒险石之海 都会像一部血腥而悲壮的芭蕾舞剧一样 紧紧扣住你的心弦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是新秀导演弗罗莱恩·泽勒的杰作 本片改编自他笔下的戏剧《父亲》 讲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 安东尼·霍普金斯 在片中饰演一位身患痴呆症的老人 通过运用剪辑和布景设计 电影同时操纵着安东尼与一幕前的观众 让所有人都不敢再相信自己的记忆与感知 安东尼·霍普金斯以及奥利维亚·科尔曼 也在电影中为观众们呈现了 他们在演艺生涯中最精彩的表演 从某种意义来讲 这些获得满分推荐的作品 并不意味着完美无缺 但这些作品就像明灯与篝火 为行业的变革与飞跃提供了想象力的基石 不管你是否喜欢以上这些作品 但请允许我们再次向他们献上最崇高的敬意